大家好 我是Derek 这个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的空调滤网 怎么更换 以及选购的注意事项等 首先 怎么更换 这是我家的空调滤网 在墙壁上 每家的情况不一样 比如我二楼的滤网就在天花板上 有些人家里的滤网在Furnit Room 在那个主机跟回风管的连接处 有一些甚至是在主机的内部 通常是用一个金属片盖住 打开就行了 一般无需工具 更换很简单 打开盖子 取下旧的滤网 我这次间隔的时间有点长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非常脏了 滤网如果是不及时更换的话 一方面空气很脏 不利于您和家人孩子的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 累积着脏东西 会使空气的流量下降 增加空调工作的压力 浪费能源 电费也会贵一些 装新的滤网也很简单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这上面有一个空气流通的箭头 滤网是安装在回风口 不是出风口 也就是说 空气是从您的房间里 通过这里流入到管道 进入空调的主机 经过冷却或者是加热之后 再从地面的出风口出来 所以这个箭头应该是指向空调的管道 而不是指向您的房间 不要搞反了 安装好后扣上盖子就行了 一般来说不需要任何的工具即可完成 第二个 更换的频率 大部分家庭可以三个月左右更换一次滤网 如果是你家里的人鼻子比较敏感 或者是有人吸烟 或者是家里有会掉毛的宠物 或者是你居住的区域粉尘比较严重 比如说附近车很多 或者是附近有建筑工地什么的 那么更换的频率就要高一些 反过来说呢 如果您房屋周边的空气质量很好 家里又没有谁的空气特别敏感 那么您就可以不用换那么勤快 建议您可以做一个记录 每次换滤网的是注意一下 如果发现在更换的时候 滤网已经特别脏了 那下次的间隔时间就缩短一点 第三 滤网的选购 美国的空调滤网品牌呢 主要有3M的Filtrate Nordic Pure AeroStar等等 好的品牌贵一点 不知名的品牌呢 就性价比高一点 选购的话 主要看两个因素 一个是尺寸 一个是过滤指数 尺寸这个没什么说的 取决于您家出风口的大小 比如说我家的话 一楼是20x20英寸 二楼的话是20x24 大部分品牌呢 都有很多种尺寸购定选择 过滤指数呢 这个是有点烦人的小事 因为美国有三种评级标准 美国裁暖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学会 有一套标准叫做MERV 但是呢 另外两个大公司 3M和Home Depot 他们有自己的标准 分别叫做MPR和FPR 这三个标准的对比呢 参见我们整理的这个表格 根据3M的说明呢 其分级的含义大致是这样 MPR300到600 就是基础的出称 MPR700 能过滤花粉宠物的皮屑 MPR1000 能够过滤过敏原 MPR1200 可以开始去味道 MPR1500到1900 是所谓的超级过敏原防御 MPR2200到2900 所谓的精英过敏原防御 超微粒子降低 一般来说 如果你想让空气良好 能够过滤过敏原 以及PM2.5的话 建议选择中间偏高的过滤指数 比如说MURL的11到13 对应的是3M的1000到1900MPR 以及Home Depot的7到10MPR 如果过滤指数太低的话 就代表效果比较差 就是薄薄的一层纸 虽然便宜 但是一般不推荐使用 反之 如果是过滤指数太高的话 透气孔就特别小 灰尘会很快就沾满滤网 可能会浪费能源 并且它们往往也会贵不少 除了医院这些特殊环境 一般家庭并不需要过滤指数 特别高的滤网 我们这里就不再列出来了 比如说3M Filtrate的20x20的滤网 如果是MPR1200的过滤指数 相当于Muro的11 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在Amazon上两个是35美元 而MPR2800对应的是Muro的14 这个级别呢 现在两个要57美元 价格还是差蛮多的 空调流网是生活必需品 如果您碰上有比较大的折扣的话 可以囤一点 好了 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欢迎您留言 点赞订阅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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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